哈啰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9月21早上10点半 那今天呢 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投资朋友 你可能会关心说 中秋节到底会不会变盘 那为什么大家会一起关心说 中秋节会不会变盘 最主要就是因为长假效应 因为放假 万一国际股市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来不及跑 来不及去做避嫌 那从以往到现在 9月都是一个诡决的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 更早之前70几年的时候 郭婉隆的证索税事件 无量跌停了18天 那或者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也是发生在9月 也是重挫 所以投资朋友 你这边可能会去担心 但是这种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先判断大盘目前的方向 再来去调整 目前持股的多空水位 因为你人动作的时候 就只有9点到1点半这段时间 其他时间 你再怎么担心 也没用 你就在9点到1点半这段时间 调整你的最似部位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先看到 上证 在我们放假的时候 上证也是放假 但是在中秋前那天 也就是礼拜一 中美贸易战第二波开打 那这种课之前跟大家讲说 路股啊 这边看起来有点利空顿化 那这边那这种课已经先进场去做多路股了 那这边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有机会站上2900点的话 这种课会进场去做加码 那投资朋友 如果你会担心的话 你这边就是要先做个减码 那这种课认为这边有利空顿化的可能 那目前成本也拉开了 所以这种课会进场等待 那过季线2900的时候 会在进场去做加码 那我们一起来提到 大家很关心的价学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课跟大家讲说 9月14号这天长虹 必须像8月27号这天的长虹 为什么 因为站上了季线之后 整个盘面才会比较偏多来去看待 那在8月27号这天 站上季线之后 再过了反压去走了一个小波段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还是在这边盘整 10600跟10950这边去做区间震荡 那今天是一个很关键 今天看收盘有没有机会站稳季线 昨天美股大涨 那我们可以看台股 今天有没有机会站稳季线 那在自动哥来录影的时候 台股上下波动还是很大 因为厂价效应 所以今天要观察的是 有没有机会站稳季线 那站稳季线之后 才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种哥把它放大 8月27号这天站稳季线之后 再往上才有机会走一波 那这边呢 如果没有机会站稳季线 一直在这边区间盘整的话 那方向往哪边的时候就是一个破断的开始 如果往上涨走一个上涨行情 往下跌那就是走一个下跌段的行情 所以这边季线的位置很重要 我们要看今天有没有机会站稳季线 那这种哥也跟大家提到 日经是目前最向台股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段是在季线这边 反复的反复的去震荡 那在9月11号这天呢 站稳季线之后 这天过高 过了整个头部的反压区 才有机会再往上涨了800点 所以台股呢 如果能在这边站稳季线 那加上中美贸易战争的利空顿化的情形下 如果站稳季线往上过了反压区之后 才有机会像日经这样往上走一个比较大破断的行情 不然在这边还是反复的区间去做整理 所以今天能不能收稳季线 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啊 平盖骨这种哥从9月6号一直跟大家讲 要小心 我们可以看到9月6号的时候 在美股还没开盘 这种哥最新轻跟大家讲 平盖骨要小心 在下午中午12点的时候 盘中跟大家讲呢 平盖骨要小心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天呢 美股还没开盘的时候 苹果还是走了 多头的走势 但是这种哥在那天发现 平盖骨的走势已经不对了 提醒大家要小心 我们可以看到 9月10号的时候 这种哥在提醒大家 一样是在11点的时候 提醒大家 平盖骨要小心 那天平盖骨的新机甚至还没发表 大家一直期待会有什么新机行情 但是 平盖骨还是很多事啊 9月10号的时候 这种哥再次提醒大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力光 9月6号的收盘价是4640 今天盘中最低点打到3525 投资朋友 价差高达1000块 你输赢一台国产的顶级修旅车 那投资朋友 1000块 100万 好不好赚 那我们再看到 可乘 在9月6号的时候啊 收盘价是366 那9月20号的收盘价的时候 是337.5 跌幅也是相当重 你可以发现 这种哥在这边呢 找的都是跌破季线的平盖骨 那一直以来 这种哥都跟大家讲说 季线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你可以看到跌破季线 就是一个这样的跌幅 台郡 台郡那边也是跌破季线 9月6号的收盘价是93.4 你可以看到昨天是84.5 GIS更惨了 151.5 本来已经跌破季线了 结果到9月20 再杀一段 123.5 那你看到真顶 真顶这边呢 9月6号收盘价是76.2 9月20 67.1 这些平盖骨啊 跌幅都相当的重 再看到美率 165.5 9月20收盘价是136.5 跌幅都相当的重 同志朋友 如果你平盖骨有避开 这种哥真的是功德一件 那如果你有跟着这种哥去放空的话 那这边恭喜你大赚一票 那再来我们看到大家一直很关心的三大套牢族群 被动元件 矽晶元 跟工具机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大族群啊 今天都随着台股的反弹而大幅上涨 但是这种哥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边我们先暂时看待是跌升反弹 为什么 这种哥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站上 以被动元件国具来说的话 你要站上600块这个区间 这种哥才会对他比较改观 那如果没站上的话 这边还是反复的去测底 那今天反弹上来 我们可以确认是一个跌升反弹 那跌升反弹之后 这边相对的地点 我们可以暂时视为一个底部区 那在这边看底部区有没有机会 站稳 然后站上600块这个区间 那万一这边的相对低点 再次跌破的话 那被动元件就真的很不妙了 所以这种哥跟大家讲 目前你先以跌升反弹来看待 那站上600块 这被动元件才比较改观 那万一这边的相对低点 再次跌破的时候 就是要再杀一段了 所以同志朋友 这边被动元件还是要很小心 站上600块 我们再来对被动元件的看法改观 那再来矽极远今天是大幅反弹 涨了7、8% 那一直以来 他在这边280到380 这边反复的去盘整 那这种哥跟大家讲 矽极远一样是跌升反弹 站上380才比较有机会 这边还是会反复的去做震荡 那一样280万一再跌破的话 会再往下跌破 如果站上380才比较有机会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工具机 工具机是这种哥认为 目前看起来比较有底部形态 那同时法人也有在进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 这一波下来 工具机是领先下跌了 为什么 因为中美贸易战争 工具机是先受害的 那这边呢 也有领先做个阻顶 那以上你来说 至少要站上286的反压 才比较有机会 但是另外一档就走了比较漂亮 亚德克 亚德克呢 在这边已经站上了反压 那这边的关键就是 季线有没有办法站稳 那以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也是涨了4% 目前看来已经站稳了季线 那你可以看到 Y在这边也是持续去做买进 所以这种哥认为 目前工具机是最有底部形态的 也是最有机会站上季线的个股 所以工具机后续的走势 投资朋友你要多留意 那在这边呢 我们今天就是观察 有没有机会站稳基线 那如果基线没站稳的话 我们还是以10600到10950的区间 去做看待 那再看哪个方向先做改变 过了10950 我们就会开始做多 那跌破10600之后 我们在大盘棋子方面 会顺势再加空 那目前人的话会走一个区间 那面临长假效应 投资朋友 你在操作上一定要买个保险 如果你今天没有减码 那你要做个保险 怎么做保险 Buy Call 或者是Buy Put 或者是像智隆哥一样 多控操作 那智隆哥呢 今天也开始建立了多单部位 建立了一些外资 一直买进的全资股 那投资朋友 你不要觉得全资股不会涨 只要有行情 全资股一样是可以涨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目前外资跟投资 大力买进的都是全资股 如果他这边要拉台指数的话 你就会去拉台全资股 还是拉台小型股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全资股的现行 会比中小型的现行个股 还要来得漂亮 所以智隆哥已经买进了全资股 那买进了哪些个股 智隆哥有发讯在LINEATER 或者是FB股企小钥匙 投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上智隆哥FB股企小钥匙 还有LINEATER 那这边记得一定要买个保险 因为9月24 就是中美贸易战争的第二波开打 那目前虽然看起来利空盾化 但是我们不敢保证说 这三天川普会不会又说了什么话 所以这边要多空去做操作 那智隆哥今天空单在沙地的时候 顺势做了减码动作 获利了结一半 那剩下一半 留着看下礼拜的行情是怎么样 再来 智隆哥也开始建立了多方的部位 这是智隆哥从跌破季千纳店开始 到今天才开始建立多方的部位 那目前就是多空去同时并行的操作 那同志朋友想知道更多讯息 请上智隆哥LINEATER 或是FB股企小钥匙 谢谢